大家好,我是卡森榮,Vincent 有沒有想過新車為什麼要即時做好保護呢? 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你一定要知道 這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很多時候都聽過 老一輩的車主都會跟你說 喂,買了新車,為什麼搞這麼多東西? 本身已經靈靈了,用舊了才算吧 是不是經常都會在身邊聽到呢? 慢著,大家停一停,想一想 這輛車有石仔淡花,甚至已經花了 我們真的可以逆轉幾乎50年嗎? 答案當然是不行 第一,當車輯真的有石仔淡花的時候 即是代表車輯表面已經有凹凸不平 如果我們再硬去貼PPF上去 只會令到石仔痕是更明顯的 就算點油再做都好 有色差之餘還要提起 這樣效果就完全不理想了 第二,車身翻噴除了保留不到原裝車輯之外 每個施工店都會用力架的品牌都不一樣 如果再翻噴再貼PPF 是很大機會在施工的過程增加了脫漆的風險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反過來用保留代替correction呢? 或者你會問,不是喔 Vincent,貼完PPF更麻煩 幾年後撕出來,不是又是流很多膠嗎? 的確是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選擇PPF的品牌都是一個很關鍵的一環 我們用了很長時間去測試B.O.P.的PPF 包括它長期撕完之後再撕出來 發現它們的物料質量是非常穩定的 最主要原因,它們用了最新一代的HDM5黏合劑 大大減少了流膠的問題 Touchwood有什麼冬瓜豆腐呢? 要撕過再貼都不用擔心啦 或者我給大家一個真實案例參考一下 在這裡有兩部車,分別做了兩年的PPF 另一部就什麼都沒有做 你會發現新車馬上做保護膜 兩年後車漆依然保持新車的狀態 就算撕出來都沒有流膠的問題 相反,另一部沒有做PPF就慘了 遍布石仔彈花的問題 就算現在才做PPF 這樣都沒有了新車那種平滑的感覺 所以買了新車的你 記得記得記得用Protection取替correction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like和share 按下我們旁邊的鐘仔 當我們有新影片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們的通知 下條影片再見,拜拜